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多数人认为用微布鲁烧水加入咖啡或茶叶后不会喷出来 还有一部分人不知道微布鲁可以热水 没有 大家都说没有 我觉得这位观众啊 别别别 你等等你等等 先别着急下结论 我这儿可是有资料 这资料 你也能找着啊 不信 不信是吧 咱有实验啊 表察员小刘来到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他将和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的王邦平教授 共同完成本次实验 王教授将用实验为湖北校感的张凤祥观众解答 用微布鲁烧的水到底为什么会在加入咖啡时出现危险 现在微布鲁烧杯咖啡和水已经准备好了 实验马上开始 有这么夸张吗 不就是烧个水吗 那 用这个 很多伟大的发明可都离不开它 可是有些事情 这个东西就不太好使了 你能用酒精灯把它点亮吗 这个 这个 不可能 微波炉就能 胡说 吹牛 不可能 你把它放进去试试啊 试就是 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事业 千万不要再加一场事业 哎 亮了 仔细看 这真的亮了 精彩的还在后头呢 我怎么觉得有点 有点危险 看到了吧 这就是微波的能量 这就是微波能量的威力 微波居然能够在瞬间变为电能把灯泡点亮 关于微波的秘密 我还有资料 微波和灯泡发出光波是一样的 都是能量很强的电子波 它们都以光速传播 微波炉里的磁控管能发出波长122毫米 频率高达2450兆赫的微波 这些微波的能量会以高出普通加热方式4倍以上的效率 被食物吸收 可你只说明了微波的能量很强 但是湖北校感这位观众的提问你还没回答呢 为什么微波炉加热过的水在加入了咖啡之后 会喷出来呢 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 沉不住气呀 别着急呀 我们的实验马上就开始了 调查员小刘将200毫升的水倒进烧杯后 放入微波炉 并将加热时间定到了三分钟 实验开始了 三分钟后 调查员将立即从微波炉中取出这杯热水 并加入咖啡 危险会在那一瞬间发生吗 一会儿来见证吧 趁着加热这点功夫 我给您讲讲 微波炉是怎么让东西热起来 等等等等 观众问的是 为什么微波炉加热过的水会喷出来 你在这说 微波炉是怎么加热的 这当然有关系了 微波炉加热的原理和咱们平常用火加热东西的本质 它是有区别的 那又怎么样 你看又不信了吧 咱有资料啊 人类加热 人类加热食物的方式从最初的火烤逐步发展为蒸 煮炒炖 但不管怎样发展都离不开火 而用火加热的这种方式只能靠热传导 热交换热辐射将食物加热 都是先加热食物周围的环境 比如说锅和空气 然后热量再逐渐的向食物内部传递 直到1945年 美国工程师破西斯宾赛发现了微波可以加热食物 才改变了传统的加热方式 实际上斯宾赛发现用微波也可以加热食物 本身就非常的偶然 话说有这么一天 他和自己的助手一起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实验进行得非常顺利 波澜不惊 好像马上就要取得成功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助手突然瞪大了眼睛 非常惊悚地向他喊 先生你受伤了 斯宾赛这个时候低头一看 他流血了 豆里的巧克力给融化 原来你看看 虚惊异常吧 但是斯宾赛没有简单的让这个细节放过去 他在想会不会是雷达发射的微波 导致了口袋里的巧克力给融化 当后来啊 这个玉米粒经过微波的作用变成了爆米花以后 斯宾赛开始用生鸡蛋做实验了 鸡蛋爆开了 那爆开了吧 这很容易嘛 你是用外力把鸡蛋给打碎的 我说的是鸡蛋从内部爆开自己打碎的 诶 等等 等等 你说的这个鸡蛋和微波炉烧水会爆炸 有什么关系啊 太有关系了 这里边悬问大着 嗯 跟我走 我有模型 模型 这难道是鸡蛋 对 这就是鸡蛋 它不仅有坚硬漂亮的外壳 还有精彩的内容 模型师小宁为了制作这个鸡蛋的立体模型 泡沫将作为主要材料 再加上一些展现水分子的材料 总共花费不超过20元 这里有这个东西 小磁针 鸡蛋里面有小磁针吗 小磁针代表的是鸡蛋里面的水分子 水分子是一种极性分子 水分子极性分子 水分子的极性来自于它不对称的结构 由于带正电的氢原子和带负电的氧原子 之间的夹角为105度 正负电荷中心不重合 所以将水分子放在一个变化的电磁场中 它就会随着电磁场方向的改变而翻转运动 水分子它在鸡蛋里面无处不在 在微波产生的电磁场的作用下 它随着磁场方向的改变而不停地翻跟头 它翻跟头的频率会非常快 微波炉发生的电磁场的频率是每秒钟24.5亿次 也就是说水分子它每秒钟也要翻24.5亿个跟头 可是可是 这个水分子翻跟头和微波炉加热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了 你搓搓手 告诉我什么感觉 不就是热吗 对了 微波炉就是这样靠水分子的运动来加热的对不对 恭喜你答对了 诶 等等 可这个和鸡蛋会爆炸有什么关系 鸡蛋里面的水分子经过微波的作用会在几十秒的时间里变成水蒸气 我们都有一个常识 液体经过高温加热会变成气体 与此同时它的体积会膨胀上百倍 对 由于鸡蛋壳的作用 里面的水蒸气不能自由地释放出来 这样它的体积越来越大 能量越聚越多 我终于喷 它炸了 诶 等等啊 鸡蛋它有壳所以它才会爆炸 但是湖北孝感这位观众 它在加热水的时候 杯子是没有加盖的 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往水里面放咖啡的时候还会喷出来呢 这你没法解释了吧 我有专家 湖北孝感张晃祥 观众遇到的这种现象 在物理上叫做报废现象 只有在微波炉加热水的时候 才会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现象 这时候水温超过了 我们平常说的沸点的时候 它还没有沸腾 这时候再加入各种各样的杂质 比方说加入咖啡 加入茶叶的话 这时候就引起了水的突然的沸腾 这种线是很危险的 报废 听起来就很可怕 这么危险的实验 我们还要做吗 这个不用你担心啊 我们的实验都是在专家指导下进行的 安全是绝对有保障的 咱一块去看看时间结果的 嗯 好 我来拿 三分钟时间到 调查员小心翼翼的从微波炉中取出热水 加入一大勺咖啡 但烧杯中的热水并没有出现报废的现象 诶 这位湖北的观众被报废的水给烫伤了 可是这边实验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难道是因为温度不够 这也是我非常想知道的问题 不过这位记者已经告诉我 他打算再来一回 这回他加了一个助手 这个助手啊还很特别 是吗 调查员小刘再次来到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这回调查员再来了一个特殊的工具 红外热像仪 它可以按照精确的温度将物体成像 画面的温度将记录在屏幕右侧 与上次不同的是 这次的实验是由王教授亲自来做 他选择了与调查员第一次做实验同样大小的烧杯 加入的水也是200毫升 加热时间也是三分钟 不过与上次实验结果不同的是 当王教授加入咖啡后 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一样的烧杯同样的加热时间都是200毫升水 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呢 这个水沸腾其实是有条件的 水的气化是有条件的 它是需要有核的 说点通俗的话说 就要有一个种子 当一个气体沸腾的时候 就引起连锁反应 如果水比较干净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像你用的那杯水 就有这样的问题 那水里面杂质比较多 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原来实验前 王教授先用吹风机吹干了烧杯 加入的水 也是从盐水机里接出来的纯净水 正是这些细小的环节 让微波炉加热过后的水 加入咖啡 出现了和湖北孝感那位观众 一样的报废现象 你有视频 你有资料 你有实验 你有这个 你有那个 也无非就是解释了 为什么湖北孝感这位观众 在用微波炉烧水的时候 被报废的热水烫伤这个问题 可是 如何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 你知道吗 我 我 我还真找不到答案这事 不过没关系 我有专家呀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微波炉 边响了一声以后 你别着急拿出来 等一会 等等以后 它温度降下来 你再拿出来 这一点事都没有 如果你要真怕这种现象 弄一个塑料勺放在杯子里边 千万别用金属的 也能避免这种现象 专家提示 微波炉加热水后 防止泡废的方法 一 等温度降低后取出 二 在杯子里放一把塑料勺 这样就可以防止泡废了 为了感谢湖北孝感这位 张凤祥观众的精彩提问 我们可以把这个鸡蛋模型送给他 祝愿他早日康复 正在看电视的你 有问题吗 一块提给我们节目 有我帮 有我们来为你解答 因为生活中的很多事情 原来如此 原来 油库起火 罪魁祸首究竟是谁 哪种方法让您不再受静电困扰 神戴万幅电压时 你该如何安全释放 精彩的科学实验 带您一起去亲身验证 如何有效防止静电 原来如此 敬请收看